欢迎各位依旧全面进场 3月4日礼拜六的第三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话说蔡天讽遇害案再有新的进展 有媒体的报道就说 原来在今年1月16日的时候 蔡天讽为电影《天龙八部之乔风传》包场 蔡天讽的好友周英杰就说 在现场是见到蔡天讽的前夫 邝港志是出现过 至于同场就还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 另外律师雍正正指出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疑犯在作案的时候有两大的漏洞 好了在讲到之前 首先只要呼吁各位议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 究竟电影包场的情况是怎样的 在今年1月16日的时候 蔡天讽曾经出席过电影 《天龙八部之乔风传》的 保良局慈善首映礼 更加在Instagram上 上载了很多活动照片 包括了和主角恩子丹的合照 另外也有一张是台上的大合照 合照里面除了有蔡天讽以外 还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同台 好了这张照片其实在蔡天讽的Instagram上 还能找到的 而在昨天 蔡天讽的老友周英杰宣称 在1月的时候 在这个 乔风传包场的活动里面 是见到 蔡天讽的前夫邯港治 和他的前大伯邯港杰出现的 换言之呢 哇 这个通緝犯邯港治 竟然大胆到 和保安局局长同场 看电影 他都完全没有胆怯的 照去可也的 不知道邯港治事前有没有了解过 将宾客名单里面有哪些人名 或者可能他都不清楚 但是 其实这个人都挺大胆的 明知自己是被人通緝了八年的时间 他继续出席这些公开场合 可以大无私仰地 当自己是普通人一个 莫说有没有这个保安局局长在那里 就算是其他那些什么名人 如果碰口碰面 见到他的 认得出是他的 而那个人刚刚又是曾经被他骗过的 那他都死了 是不是 人家闹口闹面 或者未必会刺爆他 但是暗中可能是会报案的 就是他完全是不怕这些东西 照去的 但是这件事同时也是反映出一个问题 就是香港的通緝制度 似乎就有一个严重的漏洞了 这个人是棄保潜逃的 法庭批准他保释 后审 然后没有美飞陀地 不知去了哪八年的时间 他继续在香港 在大陆 什么中港两边走 然后还可以去这些公开的场合活动 他过去那八年的时间 根本上就是逍遥法外 无法无天 我看到自由亚洲电台有一篇文章 访问了一些老差骨 看看究竟 警察是怎样看这件事 是不是很有漏洞呢 这个通緝制度 自由亚洲电台就访问了 曾经长年驻守在特种警察部队的 香港前警司黎家智 他就说 旷港智在成为了通緝犯以后 理应就要被列入通緝名单之上 只要在街上 一查到旷港智的身份证的话 警员就要马上通知负责 相关案件的队伍 将它逮捕的 如果是在街上查证件的时候 但是如今旷港智可以在香港 逍遥法外足八年的时间 有可能是执法部门做漏事了 入警署就不会知道一个人是否被通緝 因为是要由警察和法庭来办事 法官在判案以后 就会把档案交到警察部 警察部循例就会去到 逃犯暴备的住址 去刮这个人出来 如果旷港智能够过境回大陆的话 意味着是有人做漏事了 黎前警司就不敢说哪一个部门是做漏事 但是很明显做漏的事就是 没有在电脑系统里输入扩港智的名字 成为被通緝的人士 至于网上流传着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的作者自称是警察 他还说当年正正就是逮捕 这个诈骗疑犯 扩港智的名警员 这个人就指称 扩港智在当年保释以后 是由他老爸扩求 帮他搭牢着草回大陆的 这篇文章也使得公众关注到 为什么扩港智能够在弃保期间 自出自入大陆 而没有受到执法部门的拘捕 黎前警司对此也感到很惊讶 因为扩港智当年被控诈骗案 牵涉到有几名受害人 为数的金额是超过500万港元 因为扩港智涉嫌偷取了39条颈链 13条的金条 和102粒的金粒等首饰 事件本身已经很严重了 但是扩港智仍然可以避过所有把关 黎前警司估计 原因就是扩港智可能根本没有在通缉名单上 又或者扩港智使用了假身份证 而当年就不需要掃描手指毛来辨识身份 再加上 扩港智的老爸扩球曾经在刑事偵测队担任警员 扩球就好像家中的犯案智囊一样 熟悉了警方办案或者执法的程序 容易使到扩港智逍遥法外 黎前警司认为 香港过去长时间建立了一个基础 就是犯罪者应该要受到惩罚 但是扩港智这种例子 就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 担心香港成为了一个逃犯天堂 使得外国的投资者不敢再来香港投资 因为人家就会感到 原来骗了你钱之后 逃之夭夭是不需要负责的 使得香港就难以向世界宣布 是一个安全城市了 黎前警司认为 这一宗的案例是响起了一个警号 大家都应该要审视清楚 所有的执法部门都要去讨论一下 是否可以做得更加准确呢 而针对种种的疑团 黎前警司认为 警队是有责任出来解释 以释除公众 乃至是国际间对香港治安的疑虑 黎前警司又说 如果当初扩港智 在2015年犯下盗舌案的时候 未能够弃捕潜逃 反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或者会起到阻吓作用 避免了这一宗杀人案的发生 最后一句我就很认同 因为我的看法也是一样 如果扩港智 甚至乎当年扩港智的老爸 他是受到了法律制裁 要走去蹲 他出来以后 分分钟未必会出现这件事发生 当然了 世事就没有如果 可能他蹲完之后 他也是死不悔改 或者怎么样 但起码有个转机先 令到他对于失去自由 有一种的惧怕 现在没有的 他就越做越大胆 现在变了 好了 看回黎家智前警司的这番说法 我就挺关注一件事的 就是究竟这个抗港智 过去这么多年以来 他可以穿梭于中港两地 根据这个蔡天峰的好友周英杰所说 原来这个人是可以自由出入香港和大陆的 好像冒染鸡笼一样的 那个什么通緝令等同于作废的 没有分别的 我最关注一点就是 究竟抗港智 他是用什么的方法来去穿梭两地的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件事是一定要查 这个是会揭示出 究竟香港的所谓的通緝制度 是不是出现了一个流动 现在是有等于无误 八年的时间被通緝 然后他是可以切出禁转的 我首先很质疑的一件事就是 抗港智 他没有理由说每一次 往返香港和大陆 都是用偷渡的形式的 因为用偷渡的形式 不要先说有风险的那件事 偷渡要钱的嘛 要找选家的嘛 哪个帮你做呢? 要不然阿茂帮你去捐船 那里牵涉到要付钱的 他没有理由说每次回大陆 或者从大陆回香港 他都可以给几千元 甚至几万元去搭大飞 或者用其他的偷渡形式 我不是很相信 这个人先都不先下 他怎会可以拿钱出来 一亿的船家 即是他可能用正常的方法 坐车或者怎么回上去 这个是很严重的事 我真的不相信 我想大家都不相信 他可以经常往返大陆和香港 然后偷渡 找鬼信吗 喂 如果他是搭火车 或者是搭黄巴回去的 这个是很严重的 到底他过关的时候 是用什么的证件 对不对 这些是不是全部要查 如果抗港治是用正常的形式来过境的 那他究竟用哪一张证件来过境呢 是不是正如黎前警司所说 是用一张偽造的证件呢 如果用偽造证 他竟然是可以门过这么多次的 那你这一套系统都是流流的 是不是 更何况现在用了智能身份证以后 那就是要打手指毛的 那当然他可以不走这儿 他可以走跪跪 但是没理由他那张假东西 都会门骗到你的系统 好了 如果不是的 原来到最后查了出来 抗港治是用自己的身份证 和回乡证过境的 更离谱 就是正如黎前警司所说 由头到尾可能这个人 都是没有被列入到通缺名单上的 就是有人做漏事了 那这些人就要问责了 有没有搞错 这个人骗人几百万 然后逍遥法外了这么多年的时间 犯罪所得 不知都去哪里 不知由哪一个帮他处理和保管 然后还可以切磋地转 他究竟用什么方法呢 因为按照蔡天峰的好友周英杰所说 这个人往返大陆和香港的频密程度 是足以令到 姓譚那一家人 认为 他 即是这个抗港治 已经是没有问题的了 只是说他是很频密 不是一次半次 那究竟他用什么方法过境 这个是不是大有文章在里面呢 一定要查一查他 同时又说查出了他究竟用什么方法以后 就要把那个漏洞倒截了 如果他是用自己身份证过境的 即是说 他在弃保潜逃以后 不知是法庭没有交他的人名给警方 还是交给警方以后 没有把他列入通缺名单上 还是不知是因为什么的原因 那你找了原因出来的时候 查找不足 那你就要改进了 以后不要再有这些情况发生 是不是 你不是变成了逃犯天堂 另外那些立法会议员 也应该去跟进一下这件事 你说命案那里查 命案是一回事 喂 这一个这样的疑空 为什么可以在香港大摇大摆 八年的时间 也是值得关注的 立法会议员 其实就可以向政府质询 究竟入境处 有没有这个抗港制的出入境记录呢? 如果是有的 就是证明了 真的在过程里面有人做漏事 如果是没有的 到底他用什么形式呢? 那就再查吧 不知道他怎么过境 如果有他的身份证 出入境的记录 是很离谱的一件事 希望那些立法会议员会跟进质询问一下 第二个要问的就是 究竟目前来说 在所谓的通缺名单上 有多少人是在逃的呢? 你不要只管那些政治犯 一般那些是否要处理呢? 非政治犯那些 可能有些不知是 又作案又骗人 那些才是应该要重点处理的嘛 那些反而是市民会关注的 因为那些是牵涉到治安问题 有多少个这些人在名单上呢? 因为我怀疑呢 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 不单止只有扩港制一个人被通缺 然后好像没有事发生 分分钟有其他人的 你看看这个扩港制 讽刺到可以和我保安局局长 同场看电影的 这些东西如果外媒拿来做文章 你根本上是不知怎么回答人 是不是? 人家头条灯出来 那你还好笑? 唉,真是 至于扩港制的老爸 扩球那件事又怎样呢? 因为扩球是前警长 曾经驻守在旺角警署的刑事偵緝队 在2004年调查一宗刑事案件的时候 被指控是涉嫌强奸了一名 在查案时候认识的女人 扩球在被捕以后获准保释 后来就向警队递交了辞职信 案件后来就不了了之 至今扩球也没有任何被落案去的记录 这件事立法会议员应该跟进一下 为什么后来完全没有事发生呢? 不单止是媒体跟进 媒体就得明报的记者敢问 那我问完之后 我估计都没有回覆他了 因为如果有回到的时候 他一定会登出来的 那些报道 根本上也没有了回事的 这件事 前警司黎家智就提到 不论扩球的罪名是否成立 他也是涉嫌违反了警队的措手 一旦警队向他展开记律聆讯的话 他是有可能面临着包括隔职在内的处分 在考虑到退休金和福利的情况下 对于被调查的警务人员来说 主动离职就是保住声明和利益的方法 不少人都是会采用的 纪律程序就有很多种的惩罚 有些是口头警告 书面警告 严重谴责 最终极的就是隔职 隔职对于很多警员来说 都是挺害怕的事 因为做了这么多年 怎么都会有退休金 在警队的守则里面 如果是被隔职的时候 那就不再拥有退休金了 所以当一个警员 是被记律聆讯的时候 与其在被隔职之后 变成什么都没有 不如在调查的时候 就自行辞职 纪律程序就会马上停止 因为辞职者 就不再是警队的一份子了 那么那个人去到55岁的时候 就可以拿回退休金 俗称咬量 所以呢 这个矿球 就自行辞职 这个部分解释了 为什么他会在调查期间 自行走了去不做 但是 其实我想公众更加关注的就是 究竟那件案件 后来为什么会不了了之 律证又不高的 或者警方内部调查了 查了什么出来 都会拘捕他 就算是closed file的时候 你也要有个结论 我想公众是很关注的 但是好像至今 都没有回应 我知道明报记者有问 这个要给他们一个credit 他们真的 但是 内阔就是立法会议员都应该跟进 天天出粮 对吧 唉 真的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 明报周刊是访问了雍正正律师 由于现在疑犯很不合作 在调查过程里面 雍正正律师就说 在蔡天坊的案件里面 目前已经找到部分的残骑了 同时又搜集了很多的环境证供 就算犯案人是不肯提供任何的资料 在法律上有种情况叫做共同犯罪 只要找到一班人是下谋杀害死者的证据 他不论角色轻重 都可以控告他们串谋谋杀 或者是谋杀 刑罚方面没有太大分别 至于证据可以很多 比如有人负责租屋 有人负责开车 有人负责购买器具 比如刀、电锅、汤煲等等 在知情的情况下 就已经是共犯的性质了 他就说 虽然作案人会尽一切努力去脱罪 或者是想办法减轻刑罚 不过有警察、监政、法官、陪审团 很多人都不会被这些人逍遥法外 现在唯有就是这样来看 希望法庭会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裁决 以为死者在天之灵 好了 这宗案件显然经过周密的部署 疑犯之一是退休警长 令到外界认为他 会不会很懂得走这些法律 或者很熟知警方的查案的手法 不过雍正正就说 疑犯是有两大漏洞的 可能在疑犯任职警员的年代 会出现一些没有尸体发现的案件 警方难以征破 并且将犯人入罪 但是现在时代都不同了 借助高科技是可以有很多监政方法的 包括有天眼 手机发送位置 以及定位等等 很多案件 凶手也是在没有尸体的情况下入罪的 所以找不找到就不是问题 除非成为了失踪人士 就很难确认对方是被害的 其实是的 因为现在太多方法是可以确认到 就算散散也好 其实是可以查回DNA的 原来现在就算只剩下牙子 所以雍正正说这件事情 就是说得对了 另一个最大误判的漏洞就是失踪时间 一般来说失踪48个小时 警方才是受理的 但是情况就有例外 比如说小朋友 或者是不能治理的长者 如果失踪 其实都可以马上报警 警方都会即时处理的 雍正正就说 蔡女士有四个子女 其中两个就是年幼的子女 通常有母亲失踪的话 警方都会非常重视的 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 本来 蔡女士打算是接个弟弟放学 一个准备接孩子放学的妈妈 平时就不会联络不上的 突然失踪 还会有什么可能性呢? 警方当然会即时处理 所以 妈妈这个身份 对于处理这一宗案件 就有很大的帮助 也是疑犯计算失误的漏洞 疑犯计算失误 不但只是说 这一件事 而是计错误就是 为什么 谭家会这么快报警 因为根据 之前有些报道所说 这个扩港治曾经打他给谭家 哭了嘴地问 为什么这么快报警呢? 可能就是雍正正说的 这个48个小时 可能他们早就预计了48个小时 怎么知道 这么快就有人报警了 搞不及了 有些事情就穿了崩了 不奇怪的 所以雍正正就是有这些 偵探头脑 因为他始终在接触这些奇案 他又做过一系列的节目 我认为他说这些说法 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好了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